主席韓国瑜现在身份是终结者 还是为下一场先发多准备 我觉得您这是有试图在挑拨离间 想要破坏团结 因为最近很多这个绿营的媒体 或特定的人士 看到包括韩市长出来 就要去讲什么样的阴谋论 这些人都是完全恶意 其实我跟韩市长谈这个事情 已经谈了好几个月了 就是怎么样在角色分工上面 能够达到团结一切的目的 同时也一样 像战斗篮他们的活动 我都是表示欢迎 因为国民党只有一个篮就是正篮 但是可以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但是大家都是归于国民党这样的正篮 大家同心协力团结一致 最后才能胜选 民进党就是或者是绿营的媒体 或特定的人士 都是想要这个从中见缝插针 破坏团结 其实我现在也无心理这件事情 因为我跟韩市长现在现阶段 最重要包括我们侯友宜 总统候选人 包括很多朋友 大家现在正在努力的就是 怎么样整合 怎么样促成更多的团结力量 好谢谢 已经总确定了吗 已经总确定了吗 赵总市长 郝市长 还有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总统候选人 郝市长 各位战斗篮的好朋友 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 我想今天我们赵总市长 跟郝市长来召集战斗篮 我套一句邂逅语 要背着石头唱歌 吃力不讨好 的确辛苦 自己要出钱出力 还要担心 还要被人家 背后有的人想不同的想法 还要非议 但是义无反顾 邵康董市长跟龙斌市长 两个人吸手 就是为了打造 一支立法院 能够正义 有战斗力 能够大声疾呼代表 所有民众 喊出民众之苦的立法委员 我们当过兵都知道 陆海空三军 等等之外 一定有一支特战部队 当过警察的也知道 所有的制服警察 交通警察之外 一定有一个训练小组 为什么 不管是特战部队或训练小组 都是针对最危险 最危急的时候 立刻出动 国民党在立法院 也应该要有一支 针对危险 重大情况 以及民众最苦的时候 把这个声音喊出来 江湖三把刀 炎珠刀 槟榔刀 剔头刀 立法委员也有三把刀 执巡的刀 法律的审查的刀 预算审查的刀 所以我们看到 民意代表进去 第一个就是为民喉舌 这个就是立法委员 执巡的刀 反过来 立法委员看到民众的苦难 国家的危险 不讲出话来 你为民喉舌四个字就不及格 预算审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立法委员 叫做看警荷包 这是立法委员 预算审查的刀 所有的法律案 送到立法院来审查 是法律审查 我们希望行政部门 叫做依法行政 每一个立法委员 手上这三把刀 为民喉舌 看警荷包 依法行政 显然赵壮康董事长 希望战斗兰的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 能够好好发挥这三把刀 大声的喊出人民的苦 为民喉舌 严格监督行政部门 不要贪污浪费 看警荷包 预算审查要严格 所有的法律案 不能够有不适当 不合理的法律案通过 等等 所以我们对于战斗兰的需求 以及对他们的要求 以及对他们的期待 我们是希望像立法院 真的像军队警察里面的 真正经过训练 有强烈的使命感跟荣誉感 把自己打造成 一支优秀的立法院的团队 显然战斗兰肩负了这么样重责大任 我刚从海外回来 在这里不讳言 海内海外对国民党都是充满了失望 大家都认为国民党怎么这么软 这么没有用 这么没有出息 什么事情都不敢勇敢的大声讲出来 所以期待战斗兰能够插亮国民党这个招牌 很多国民党党员现在垂头上气 大家意志上非常消沉 那身为国民党的党员 今天战斗兰也都是国民党提名的立法委员 请所有战斗兰的好朋友们 坚信 我们国民党党员一定要做到 一不偷二不抢 打造光荣国民党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各级民意代表要做到 不贪污 不腐败 心中充满对人民的爱 做到这两项 我相信海内外对国民党的支持率 一定会回升 再一次感谢赵董事长跟龙斌市长 这么热切的来挺这样战斗兰一个活动 也期待我们所有战斗兰立法委员 文要能战 武要能斗 心中要有理想 打造立法院最光荣的一支立法委员团队 祝福战斗兰每一个都高票当选 也祝福我们侯市长 能够高票当选 也谢谢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 也再一次谢谢邵康董事长跟龙斌市长 辛苦的安排 谢谢 谢谢 双方说要先辩论再比明镜 市长会接受这个战斗 在早上我们选办跟党部都有跟科办来联系 那双方们已经启得了联系 那我们要两边会坐下来谈 那不管在哪一个时间地点 我们所有的议题都是开放的 那先坐下来两边把所有的相关的议题 大家对好 大家一起朝蓝白合作方向往前走 我刚从海外回来 在这里不讳言 海内海外对国民党都是充满了失望 大家都认为国民党怎么这么软 这么没有用 这么没有出息 什么事情都不敢勇敢的大声讲出来 所以期待战斗兰 要不要擦亮我们党这个招牌 就让我们来要观看 我们下期见 都是一张旁的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看到有何的 我们下期见 这些 无法 我们下期见 就是 要 这些 可能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